這是一個很歡樂的句式嗎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一個脫序的句式 對啊 脫序是不是 從劇本的發想開始就是脫序 脫序 脫序 沒有 我們很努力地想要打破很多規則 來玩這個喜劇 包括表演方式 表演方式 劇本的方式 故事的行動 劇本的方式 很希望能夠成立 變成一個獨特的心多元的喜劇 對 雖然我們剛才已經精彩演奏 我們家族的演奏 但是我們用一種很輕鬆的方式的包裝 然後我們沒有要演員 就是姊妹諾妮 反而就是劇本 他們嚴肅的演奏 但是會變得更小 欣妮 要不要講一下柏柏這件事 你剛剛今天也都會講出 去看上一個角色 其實 那時候我 我那時候想說要進去柏柏柏 我想說 我可以升上這個角色嗎 我想說我還年輕 有沒有 所以就很年輕 沒有 可是我真的見到劇本之後 我覺得劇本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又是惠玲姐 然後加上登哥 加上瘟淫慧的編主 我就覺得 哇 非常有趣 可是呢 我真的到現場 我才發現我完了 那真的現場很多挑戰 可是每天都很開心 就是 鄧哥都會除了從劇本 那個非常的有趣之外 然後現場都會發想一些東西 比方說他說 你會給我裹個不一樣的精神 然後我覺得 喔 就真的很像在那種 上課的時候有個考驗 或者是他說 那你會給我不一樣的演法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會很有趣 包括鄧哥常常都會加一些東西 比方說劇本可能是說 欸 那個 劇本可能是問說 欸 那黑面皮膚色的蛋是不是黑蛋 然後他就會自己加說 那皮卡就是不生皮蛋 這樣子 就你會覺得 欸 就是他常會加上我 可是我覺得鄧哥其實在每次的開拍 就是今天拍戲之前 他都做很多人的功課 就是希望讓這個角色更充足 比方說 他會讓我們都在很多的困境裡頭 那其實很多人看到我們這些困境在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更好笑 那鄧哥有說到一個很重要 他說 這個戲所有的演員就是要放輕鬆 但是 到最後演員 放太鬆了 王上我放超鬆了 那一邊都拍完了 最後看我們這邊 他加時 導演再回去拍他 不算太鬆 但我們就很開心了 王上你到底有多鬆 要不要跟大家講 他超鬆 你是不是超鬆 他內褲都鬆了 我們收到快捕食書中正 沒有啦 因為這個劇組真的是其實 我覺得大家非常短的時間內 居然可以進入一個狀態 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 因為現場其實蠻多的挑戰 因為導演他很多是突發奇想的一些idea 那我覺得演員很棒的部分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個角色裡面去發揮到最好的狀態 然後完成導演下的指令 然後我們每天其實都開開心 我到現在我還是沒辦法想像我在拍檔戲 我每天都好像去遊樂園玩 他除了有一次NG大概十幾次之外 就是一個罐頭NG十幾次 結果配家一次就完成 欸 那個NG大概七萬一次 可是配家一次就完成欸 配家是影后 喔對喔 配家 配家是出發的角色 你放錯一下 對不對 道歉 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我應該多幾次呢 我應該多幾次呢 給長輩難看 對 給偶像難看 對 所以配家是席 魔形的席嘛 對 來幫他講一下 對阿 跟這個伯伯的合作 感覺怎麼樣 我跟欽怡姐合作超級開心 我也是 因為他人非常非常的nice 然後加上因為我是算第一次演戲劇 所以其實在開開演戲劇 我有一點小小的擔心 跟我們套了 不知道怎麼可以做到 但是導演的開開演戲劇 他就說我體驗了很多動作 然後可以讓我 比較快速的抓到那個人 你懂吧 我會 導演跟我說你是 你是那個朋友 以前他很棒 對 他很喜歡 沒有 他這樣很開心可以跟這些人 那我不是假的 對 對 然後邵偉這次入圍嘛 是社群眾議嘛 我覺得 行腳類 對 他有跟我們錄影的經驗 我們希望他將來入圍的是 戲劇類 那照理還在講 是入圍的部分 一拓之入圍的時候 也沒關係 來來來來 我又換了兩個 好 那這個運緣除了還只能說 八大有工生 對對對 找我去做一個行腳類節目 就是入圍台灣第一本 那當然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在不管是權勢組織 或者是演員 對我而言 就是認真去把 這一個角色把它做 我當然很希望 過別的大概五年吧 沒有再回到時間 我希望 藉由導演跟製作人 這一次的這個 很強大的一個劇本 跟陣容呢 能夠讓我 不要說入圍啊 就是過過乾淨 我都覺得很開心 嗯 對 那有沒有勝算 有沒有勝算 對 其實我已經覺得 入圍就是獲勝 對 這一個是下一個 OK 婷婷姐 恭喜啊 喂 謝謝欸 其實很高興 你給我講一下 入圍的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老實說 我在入圍前還蠻緊張的 這樣好像有點 過分好像有點期待入圍 對不對 其實我是還蠻期待的 所以其實聽到那一項 那還蠻高興 我發現我跟 叫慧琳的人非常非常有緣 就是我之前是因為慧琳製作的行 然後這次是因為慧琳導演 就是我覺得 我真的遇到很多很棒的劇組 這個劇組也是 然後這劇組我覺得 非常非常棒 就是非常的體貼 然後溫暖 然後整個真的像一家人 就是都把一些帥的搞崩壞 然後把一些中等的搞崩壞 對 然後把一些PRLine的搞崩壞 那個最後一個字就不講了 然後 然後把一些很正常的變不正常 就是他們兩個的功勞 還有維秉會這樣 那我覺得很高興就是 可以跟那麼棒的人合作 因為其實今天就會喜王之族 你們每一個都好的舞台 你們自己覺得呢 勝算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每年可以坐到國父紀念館的位置 一頭參加金鐘生意 就是我覺得 心滿意志的一個 有看到他們其他人的演出嗎 有 你們都最怕的 最怕的嗎 其實我每個都很怕 對 所以我顯然只能 現在開始我都會很努力做好事喔 對 今天都不打十張 我們都很愛 我想說 如果幾點福報 大家都那麼巧 對啊 看有沒有笑 因為這一檔心 好像是大家也都很 陣容音樂是都非常 對 所以我其實好期待 因為我覺得只能拍一些過程中 你看Darren其實明明那麼帥 然後他覺得好好笑 對 Darren很搞笑 對 非常搞笑 然後在做一些很淺的事情 然後很怕老婆這樣 然後譬如說 淹沛也是明明就是一個那個 女女 然後有文青 然後在這裡變成一個大花痴 真的大花痴啊 他剛剛男朋友對戲 完全眼中沒有我 無論不住 他就是當你沒死 結果我們那一句台詞 忍不住就講出來 蘇偉也是啊 就是你在我們中間 看他跳舞長大的 真的 沒有那麼好 結果我覺得 然後淹沛也是啊 只有淹沛是粉色的演出 原來在有跟很多女稱 就是 他出場是全裸 對 他出場全裸 而且他 導演他思想夢了 他說導演開始說拍背面 結果這次派有時候叫我轉正面 他說手上我就去練身體啊 而且他還要自費打馬賽克 把他範圍變大 對 就不是把那個遮掉 是把那個範圍弄大 感覺很厲害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遺憾 沒有 沒有遺憾 你說我可以講 現在剛剛很高的心靈檢測 狀況還好嗎 感覺你好累喔 可是我覺得欣欣姐 應該是我為了這個紅地毯 在做瘦身 哈哈哈哈 在開開的時候 我其實是抱不起來的 就剛才那一剎那 我覺得他抱起來 我說你是不是瘦啊 但是 但是 但是他真的是很怕天氣熱 所以我相信 這個天氣熱的幫助之下 好像紅地毯 他應該是會蠻驚豔大家的 他可能會變成像那個佩嘉一樣 最瘦的最差的 那也太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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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